这就是MetaQuest Pro 时间过得很快这几个月我们经过了Vision Pro还有iPhone 15等发表会 马上就来到我们VR玩家最期待的MetaConnect 2023 这个属于Meta的年度开发者大会MetaConnect将于台湾时间9月28日凌晨举办 并将同步于各大社群平台直播 为期两天的活动包含有Mark Zuckerberg主讲的The Developer State of the Union 以及关于AI、VR、MR、AR等不同主题的分享 Meta也预告在这次的MetaConnect中也将更进一步介绍6月已经抢先亮相外观设计的最新产品Quest粘头戴式装置 同时分享最新的AI及RX2创新技术 探索源于宇宙如何融入实体世界 以及开发者及创作者社群的最新分享 最近也很多关于MetaQuest 13的走路消息值得跟大家分享 包括储存空间价格等等或是新配件的内容 那如果不想错过这类VR 嗯,MR乃至于Meta还有苹果Wizzen Pro的消息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Tiger让我们就开始吧 Ridit用户UF3Code发现有个欧洲境内销售VR相关产品的网站叫做NboundXR 该网站不仅泄露了配件图 还泄露了在欧洲市场的价格 另一位Ridit用户表示 他联系了NboundXR 他们声称这些讯息是直接来自Meta 有图有真相 图都已经出来看起来准确性蛮高的 若是以现在欧元兑换台币34.1的汇率去算 总共列出这几项 MetaQuest 13主机本体容量512GB要价699欧元折合台币23800 以目前Quest 12官网售价128GB要价309美金折合台币9800 256GB要价369美金折合台币11700 若是将目前Quest 12贩卖的两个容量跟价差做个类推 128GB的价差大概要60美金折合台币将近2000元 Quest 12如果有出512GB版本的话可能要价差不多15000台币 当然这都不考虑通货膨胀 还有Quest 12毕竟是2020年的产品 其他项是MetaQuest 13硅胶面部接口黑色售价49.99欧元折合台币1700 MetaQuest 13便写包仅需79.99欧元折合台币2700 MetaQuest 13 Elite表带带电池跟MetaQuest 三充电座都是限价149.99欧元折合台币5100 如果这些价格属实的话 感觉都比Quest 12的时代贵不少 假如我们已经有Quest 12的精英头戴 我们还需要购买新的Quest 13 Elite吗? 很可惜应该需要 我们在VIOA PANDA的推特上查看 Quest 12还有3的精英头戴旁边的扣环大小跟长度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无法将两代的配件混合使用 但是说到这个配件混合使用 我个人还是很买单啦 毕竟Meta是相隔三年才出下一代机器 还是要调整一下不然大家都不买新配件就赚不到钱钱 那种像是GoPro的配件能沿用三次世代的厂商已经不多了 而且我们可以在这张图片中看到Quest 13相比于Quest 12多留一个孔洞 从展示片来看还有可能是用于资料传输还有充电的Type-C孔位 目前国外有两种内存的猜测 一个是8GB另一个是12GB的记忆体 以Quest 12来讲是6GB的老实说非常有限 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内存 这样对于开发VR游戏而言 或是VRX等等世界创作者来说将更容易制作新东西 显然只有6GB的Quest不足以处理这些影像 如果Quest 13属实基本型号配备是12GB 这会让开发者更容易创造更大的游戏 以及更加图形秘籍和森林其境的世界 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是美国的无线电平谱使用的监管机构 带有无线功能的设备在美国市场上市前需要通过该机构的批准 文件透露Quest 13支持2.4级赫 5级赫以及6级赫评段 未来Quest 13有望成为既Quest Pro和VVXR ELEASE之后的第三款支持6级赫的消费及头显产品 更高的Wi-Fi频率有利于增加带宽 并减少来自其他无线设备的干扰 但是信号的穿墙能力以及传播距离会有所削弱 它非常利于头显再近距离 环境下使用无线串流功能 Mita任体中的一段影片将Quest 13可实化 使用深度传感器深层环境的详细3D网格 Ready者这段短片将来自了机的深度映射可实化 还显示了语义理解沙发上标有沙发图标 展示了一个混合现实角色站在真实的沙发 然后爬上来一个遮挡的例子 同时在整个场景中投射出真实的阴影 传闻Mita目前正在与LG进行合作 打造还是苹果Vism Pro同等定位的竞品 预计2025年发售新机定价可能落在2000美金左右 有可能称作MitaQuest Pro 2之类 所以这次买MitaQuest 13是个不错的选择 距离2025可能还有段时间起码不会自由产品互相抢市场 比起手机的使用量 这种VR设备更可能像是PS5或是Swiss等游戏机 所以或许短期MitaQuest 13是个不得不的选择 当然也有传闻说即将推出更评价版的Quest 有可能称作Quest Mini或是Quest Plus等产品 但我自己觉得机率不大啦 毕竟Quest 13够便宜了 若真的出了一台200美金那组克白可能又要烧更多钱了 不过我们还是会随时follow随时是否有新的评价版Quest的消息 512GB型号的机器是全新的储存空间 希望到时候能够像是手机有不同的储存空间选项 给不同人更多的选择 像我就是64GB用到现在 但随住游戏的性能提升容量可能会继续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的游戏容量还有一些系统占用的资源 或许228GB的容量才是最近计时会的价格 或许主客白这才发现妈的苹果这几年 光是储存空间看了多少果粉的钱钱 另一个关于Quest 13的消息就是有可能有两个OCD面板 显然目前还没有得到Mita的正式消息 但是在一家德国的电器零售商Medium Market 下方列出了Quest 13的规格 我们可以看到每只眼睛的总分辨率为 2064×2208 但是屏幕尺寸为2.48英寸 这很有可能代表有两个显示器 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过往Quest 12的规格可以得知 Quest 12的显示器为5.46英寸 这很明显差太多 所以很显然这要码是标错 要码就是这次Quest 13为分开的两个显示器 为每只眼睛2.48英寸的显示 这很有可能提升FOV到更款广达到更省尽的体验 这里也可以看到Quest 13是120Hz的刷新率 比其当初只有72Hz的Quest 12高了不少 布拉列在Twitter上的讯息说 我预计这将成为一种趋势 Oculus PC商店比Steam VR商店更被放弃 并从以下贴文说 从2023年10月4日开始 Rift即将不再支持Mondas VR 原因是说可能开发者为了适应新的头显功能 许多开发人员停止对Mita Rift的支持 如果之前游戏仪然保留在您的商店库中可以玩 但不会继续更新 Sense Riders最近也有一篇贴文显示 将停止的Oculus Rift商店上进一步开发 并于2023年9月18日生效 理由上差不多 因此Rift做可以准备下去了 一段非官方的Mita Quest 3拆箱影片 被匿名发布到国外论坛Reddit上 不过这好像已经成为Mita耳机的一种传统 去年Quest Pro的设计和包装在发布前一个月被泄露 一名酒店工作人员发布了一段类似的非官方拆箱影片 同样的手法看起来又在Quest 3发布前又发生一次 这次影片中显示Quest 13包装的材质和设计 看起来与Quest 3的包装非常相似 但由于耳机更鲜薄的设计和没有还的Synthes Plus控制器 盒子明显小得多 只有耳机 控制器还有一个小盒子可能包含电池和说明书 可见最近获得FCC批准 会宣布的充电底座将单独出售不包括在内 然而 在拆箱时看到的附在耳机上的说明性白色纸板 可能皆是另一个功能 看起来像是调整面部界面深度以使镜片远离眼睛的功能 又称作I will live adjustment 现在在Quest Pro Velvin Index HTC Vive和两款PlayStation VR耳机上也有此功能 扩大深度可以使眼镜适合您的眼睛和镜片之间 如果是Quest 2则需要移除面部界面 并在旗下方添加一个附带的眼镜垫片增加厚度才可以 最后讲到最关键的游戏部分 目前没有传完任何游戏无法支援Quest 13 Mita应该会让Quest 13向下兼容所有现在Quest 2游戏 Skydance Interactive最近投入 因试录圣徒与罪人 在Quest 13中第一张的增强版本 目前不太确定增强版本是更高的画质还是什么 但有可能跟Quest 13一起发表 现在距离发售前的一个礼拜 各位可以去刷看看Quest商店目前有什么游戏是预购或即将推出 也很有可能会跟住Quest 13一起出来 但要说大作等级游戏还真的只有 阿斯加特、芝诺奥还有刺客教条多众世界 其中又以刺客教条最为期待 毕竟这是G20古堡4之后第二款重磅大作的加入VR 而且还是为VR打造了全新故事 相信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故事剧情或是流程上的VR小巧思 虽然讲那么多期待 但我还是希望这次刺客教条不要翻车 很有可能这次趁着星机跟大作同时发表 能够给VR产业带来更多玩家跟火水 而不要雷声大于一点小 最后就来询问大家最期待Quest 13 有哪些酷炫鸟炮心功能或是单纯期待哪款游戏呢 一扫描房间的MR混合实境功能 二重量减薪就是带着舒服爽就买 实在还是期待哪款游戏会降临Quest 13呢 阿斯加特还是刺客教条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我是Tiger 掰